王佳良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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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死了 太多了 別讓他們買飯了 買飯了 這個就是捐差的 他都要扶上車 卓上車 卓上車 他在我身邊 藍隊反超 我今天可以 你要體的球迷 何老師 像是紅隊 他們有身材上面的優勢 對 其實你有陪他們訓練 他們的基本的力量 沒有 王佳良 有機會 裁判笑聲響 沒錯 本來也是這樣子 打三對三起 半場 比較吃多的就是 你的身材的優勢 畢竟他不是像前場這種跑動 你有一些速度的優勢 可能看不出來 這個時候個人的技巧 團隊默契 他有一點身材 最後可以幫你加分 籃下出手沒有進 守住 守住 這邊是楊宥萍 這盤的分 楊宥萍 你現在是 CV 雙方現在平手 好 現在這邊 佳良要大打小了 我們佳良剛剛會想 一定有想法 其實他畢竟是有受過 這個正規的籃球訓練 所以他很可以清楚地 判算說 場上我現在哪一邊是弱點 我就往哪邊擋 他有高度又有厚度 全部 他就是現在紅隊的 LeBron James 可是何老師 佳良其實 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是HBL 但是他也已經很久沒有打了 你覺得在 他訓練上有沒有覺得 技巧上還是真的 又再找回那個概念 這個是這樣 任何一個運動項目 如果你輸入訓練 一定你的肌肉 肌肉會不見 但是運動員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在幾次訓練以後 很快地拉回來你的狀況 哇 他的犯規 哇 好 潘均倫 這樣才算平安 好 我心裡想 第一說佳良真的很聰明 你看他今天知道 他的身材力又是擺在那邊 一直往哪下打 至少你犯規以後 如果你的犯規的次數增加 我可以開始 而且王佳良他是自投自搶 剛剛自己搶到了進攻籃板 又上罰球線 結果這個小籃 沒抽破了 也是紅隊的球權 可惜 還是紅隊的球權 周宇天 帶球 他每次在做個肌肉 直接出手 直接出手 方舟 方舟 一萬千 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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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佳良幫周宇天做一個擋人 這個其實就是林舒嬌 最會用的 Tick and roll 擋拆的配合 一、二、一、二、一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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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來了 好 完蛋 準式了 擋位 很巧 沒事 沒事 當然很重的 沒事的 就是重的 看他這個摔音那一下也挺痛的 我跟你講 家長他很主要身體接觸 因為他自己有在練狀況訓練 是 你有在練狀況訓練的情況下 不管是你店家對抗 或者是你跌倒的時候 你都可以有些肌肉去保護你的骨格 不讓你的能力受傷 對 你知道老布朗為什麼可以打這麼好 就是超壯 現在要 罰球 罰球了 可是出手的犯規 團犯第七次才會進入加罰 他的罰球 這球拔進了 目前時間剩下最後一分鐘 那麼紅隊是以6比3尺的領先 阿夢也幫忙擋 擋拆 擋拆了 拆了 就打掉了 再擋了一個 王佳良 家長有數 騙死了 騙死了 買飯了 買飯了 真的 他現在又變成 捲擦的 對 那個就是捲擦的 這就是家長現在是Mr Everything 什麼事情都要幫我 上半場打完 目前紅隊是6比5 1分領先 中雨天他是在美國念書 可能在那邊申告的關係 他只能打完錢 沒有 打進去 沒有 不會吃香 對 沒辦法投尊 皮頭來 炎又婷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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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超 藍隊 競爭 結束 好 我先 藍隊反超 我今天 炎又婷的球迷 對 你看 炎又婷真的是小巨人 炎Carry 是 真的太厲害了 藍隊的分數幾乎都是 顏又婷搶下來的 好 紅隊現在 把核木有換下來 再換上曹宥明 這個 競算加法 跟上去 不要壓手腕 手掛在上面 對 捲球沒有罰進 增強了 先發手 先發手 我現在是藍隊7比6 1分領先 同時要注意 超球 他先他嗎 對 對 好球 好球 小刀哥 時間是 王家良 再來 把他混回來 對 小刀哥加妮莉亞跟球隊 漂亮 好球 不要再跳 好球 這球 他要跳多高 這樣會 不要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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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雨天的變數 過 好深 這個跳短了 沒有進 周雨天的身高 賀主力還在那邊 有 還是有身高優勢在 我覺得他們已經 接近十類的水準了 真的 你看他們這個 這些戰術配合 好球 直接殺上去 海飯 沒事 他自己會往後倒 是 不要怕 有 我看到嘉良跟那個軍輪 兩個人都在不停地翻滾 這場比賽 因為藍隊總教練是錢維娟 對 王家良背負著所有藝人 對 他是HBL家族球員出身 他最討厭松山高中 太棒了 就是你們選手 是 結果還算是被我交到 去檔人 你跟我講 這場比賽的這個拔球制 是 1分差 現在1分50秒 還有 還有 你這邊 王家良倒數不破 家良親自要來伺候又婷了 我 剛剛那個變擋 這個球沒有抽到 要動進去 而且 犯規 這一範是 加罰了 要加罰了 3 已經是藍隊團隊犯規第7次了 結果剛剛家良隨手一拋進了 就不散 換一下 他真的很喘 家良調整一下 一次 換一下 兩次罰球 家良這次真的是要把握著 他的罰球機會 一次是 環範超過7次 一次出手的犯規 沒錯 加油 這次 這次 8比8 8比8 壓力可以略鬆一點了 但每一分都是關鍵 對 而且現在 下半場兩隊都還沒有 暫停 大家現在都很有耐心 都在扭 都在忍 誰罰 美軍 小胞 把握住了防守籃板 加油 這個球 這個球 第一球為力 不管有沒有公盡 我們一定要 要用超球的才能守一個 這樣幹嘛 因為我沒辦法用犯規戰術 是因為你一犯規 他是罰兩球 而不是罰一球 這樣子 他們十二秒公完 或是公一半 沒關係 我們就是把 只能放上來 不能放三分 OK 也不要犯規 好嗎 寧可讓他牽入上來拿一分 都不要犯規 進球之後 我們還贏一分 把球 好 如果能傳給我 不要傳 我會上去接 好 穩穩傳給我 我們在三分線外面等 直接走了 我們就贏了 至於比賽結束剩下 最後的23.3秒 目前紅隊10比8 兩分領先 暫停結束 比賽繼續進行 籃隊擁有進攻球權 真的是要打快嗎 可以勾換嗎 這邊給右推 外向沒有 再給潘俊環 這一場沒有接籃板 或是借外 12秒 12秒防守 一定要勾兩分 一定要勾三分 阿翔你開始踩線了 籃隊籃隊的球 籃隊剩下最後的12.7秒 是不是要最後拚個2分了 一定要拚 其實剛剛已經拚2分了 只是沒有進 戰術還是投的很好 很到位 要人去方 要有停擋嗎 對 要趕快出手了 要趕快出手 5秒 這個球出手 台下沒有進 籃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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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隊打到 比賽結束 這一場籃子3對3籃球賽 紅的是比8 拿下了勝利 這次是比賽 5秒 5秒 零 2秒 2秒 3秒 1秒 2秒 2秒 3秒